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網友 我早二十多年前 我也覺得馬英九很帥 又覺得他很本事 早三十多年前 他是蔣經國的英文秘書 哈佛大學博士 非常清廉 這個人 又補調 又抗議六四 很英雄 做完總統 做到一塌糊塗 搞到在任時間 文網就低到只有幾個百分比 馬英九到最後 這個都不說 他現在最近又去了大陸 大家知道他大力做什麼 然後四個國民黨的元老都去 這個做法 有幾個目的 第一 就是統戰國民黨 讓國民黨站穩立場 和大陸繼續親熱 對抗民進黨政府 賴清德 尤其是 挑撥離間美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 減少國防預算 撤除台灣人的心房 2027年的時候 可以恐嚇台灣 看看是否可以統一 第二 就是他選的那天 剛好 習近平看到他 會是美日峰會 就是我想他想表現出兩岸的華人 都是一起團結 不只是我北京 台灣人也是 認為釣魚台是中國的 認為九段線是中國的 這是中華民國的主張 14億人包括台灣同胞 對抗美日高峰會議 其中第二個容易就是這樣 但是最令我驚訝的就是 為什麼馬英九現在這麼容易哭呢? 就是我呢 我年輕的時候不哭 我試過二十幾年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是到了五十幾歲的時候 是多愁善感了 原來人老了就會眼淺 我年輕的時候 完全什麼情況之下都不會哭 我看悲劇我就會笑 你們這些人在哭什麼 別人做戲而已 你猜真的嗎? 後來到了2000年後 2010年後 我擔心我媽媽的健康 在鏡前哭過兩次 有一次是梁振英當選 我忍不住流眼淚 然後就是 還有就是 維攻中大的時候 我曾經流過眼淚 但是 馬英九 他哭得這麼厲害 是令我覺得匪夷所思 比劉王叔更慘 4月1日 馬英九 二度訪問中國大陸 這個就是國台辦副主任接鋸機 這個時候 好了 他跟著去哪裡呢? 我告訴你 其實他去幾處呢? 說其他東西都是多餘 他是高舉台灣和中國的一體性 大中華思想 中山大學 因為孫中山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尊崇的 這個就是團結的地 黃花崗七十列二列事務 孫中山先生故居 牽原皇帝 炎王子孫 這些都是大中華 大中華思想 尤其是孫中山就是 國共的紐帶 因為孫中山晚年是聯俄融共 扶植農工 孫中山收了蘇聯的槍和炮 做黃埔軍校不伐 其實就是這樣的 然後七十二列事高舉國民黨對於中國前途的貢獻 哇 皇帝制皇帝 就是中國的 一個民族是想像之共同體 這是一個傳說 皇帝這個傳說 就是作為一個符號 令到大家覺得我們根本是同氣連枝 其實這個完全沒有什麼意思 皇帝的DNA 現在中國人的DNA都散了 我告訴你 好了 大家看看 他先去見宋徒 哇 習近平問候他 兩岸一定要和平 這樣就不要買這麼多軍火了 去比亞迪 大鄉里 你看看電動車多厲害 這是 好了 開始了 去孫中山故居 錦燕 孫中山死於1924年 剛剛100年前 你去到孫中山故居都更錦燕 差了100年 孫中山自力建築一個自由、團結、均富、統一的中國 我不知道孫中山何時說的統一的中國 孫中山覺得要打倒軍閥 不知道現在中國人多自由 又說兩岸共同合作 不敢提中華民國 這裡哭了 他去到孫中山紀念的地方都哭了 覺得他好戲還是怎樣呢 72列次又哭 72列次啊 1911年 1911年 喂 一百一十幾年前 有一班人拋頭奴 讀林國民與妻決別書 又哭 兩載道肯然 這件事 田橫無文 韓玉華 事有曠百世而傷感者 如不知其何心 有沒有隔了數百年 用感動到激動到一個七十幾歲的人流眼淚 不是 隔了五千年 四號出席對岸 隔神年 清明公制 謙怨皇帝 這個人都不知道存不存在 兩道肯然 兩岸人民都是皇帝子孫 厲害了 他那種大中華思想 他親自來到這裡 希望表達台灣人對於傳統中華文化 尊重敬祖的總事 大家來自同一個文化背景 並不表示要同一個國家 我告訴大家 我也講過 歐洲只有三大語言 除了巴斯克語 就是斯拉夫 拉丁 和條頓 是否應該全部一個國家 大家就有個 同一個原語文字有什麼問題 最後他用當年台灣搖濟皇帝的制文 和平兩岸 雙贏共榮 同胞一體 謙執缺蹤 這是什麼文? 你文言就是文言 文言就是白話 就是白話 和平兩岸 雙贏共榮 同胞一體 這些全部是白話 忽然間讓他混執缺蹤 你說什麼? 這是中庸 混執缺蹤 這個就是,參拜之後功德圓滿,血濃於水,希望手足交融, 這些就是應該,我們台灣,現在我是台灣籍,台灣人是不是,我想問問台灣人是不是為了, 台灣的命運應該是2300萬台灣人決定,還是14億中國人決定, 台灣人是不是願意和中國團結,no matter what,給中國對台灣有完全的管治權, 台灣人願不願意過中國人那種生活,好,講幾次哭,我們真的要講, 去陝西有人叫總統好,要拘捕這些,叫總統好,這個是前特首, 他承認,應該拘捕他,我憤怒,怒發衝冠,明白嗎,這樣的東西都夠膽, 好,2023年,哭過4次,他去中山陵,看到孫中山同將, 情緒激動,這麼好戲,讀孫中山遺囑,素杜耿燃, 我想他是不是藉了白花油在那裡,假裝聞一聞就立即哭,沖著眼睛, 南京大屠殺,仇日情緒,又謹然,情緒受極大追擊, 追思祖先,去湖南商談,祭祖,兩度落淚, 4月4日去抗戰英烈,抗戰英烈張志忠,墳前墨哀, 拿手巾出來抹眼淚,真是丟臉,真是丟臉, 這裏我就說,我先說了抹眼淚,千萬不要用手巾抹眼淚, 是很那型的,大家知道嗎,抹眼淚有幾種形式的, 男子漢不能夠流眼淚,這個是尊榮教育的, Cowboy也有眼淚的,一個硬漢,最悲痛的時候流眼淚,是不准出聲的, 第二是用拳頭刷的,這樣是不是不會遮應,拳頭, 用拳頭刷眼淚的,兩隻手指已經是軟弱,用手背就是女人或者小孩子, 用手巾就是女人,哭都不會吃的, 你知道嗎,我跟大家説,趁機跟大家説,我説過了, 李襄引這手淚我很喜歡,講不同情況之下的眼淚, 永恆長年願以羅,穿著零羅籌段,在一個冷宮那裏, 幾淒涼,皇帝總是不寵幸,這個是失寵, 長年打入冷宮,他說各種不同的處境下的眼淚, 離稱終日施風波,分離了,我經常都怕,你坐船去, 會不會有危險,這個掛著人家, 雙江足上恨無限, 這個,信帝,姚帝將兩個女,俄皇女英嫁了給信帝, 信帝南巡死了,這個俄皇女英, 眼淚哭了上去的竹,這個叫雙飛竹, 多少眼淚,那些竹上面佈滿了, 死別,燕手悲似,灑多少, 楊姑在晉朝,住在前線那裏, 對著東吳,那些人民很懷念他,他走了之後就弄了一個悲, 人們來到這裡全部都哭, 這個詩念賢人,燕手悲似,灑多少, 人去紫台抽入菜,是王超軍離開了宮殿, 去萬里沙漠以外,要嫁給胡人,有多少眼淚呢, 兵產草漲夜文過,坐霸王一世英雄, 兵力散了夜晚,四面楚歌, 窮途末路,六種哭的處境, 最後,朝來霸水橋邊問, 我來到霸水橋邊送別, 還有一件很慘的,未抵青袍送玉鵝, 青袍是一個低級的官,送一個高級的官, 高級的官是配玉鵝,是被皇帝貶責去萬里之外, 這個這樣的冤屈, 這個就是李湘印,其實這首詞令到他, 牛里黨爭入面很嚴重,因爲他同情了李黨, OK,我再講第二個, 咸這首我是朗誦比賽冠軍的詞, 新氣質,我儘管讀一次給大家聽, 坐天千里清秋,水翠天去秋無濟, 一望無濟,遙甚怨目, 獻受恭恨, 玉鑽雷計, 玉鑽就是這樣,雷計就是這樣, 是山的樣子, 遠遠看見山的景色, 覺得可以銷售, 落日流透,太陽落, 段控聲裏有一隻眼飛過, 江南柚子, 他是由黃河那裏下來的, 整天想打回去故鄉, 離開了故鄉很久, 把吳歐漢鳥拿寶劍出來看, 做什麽, 想北伐, 把欄杆拍片, 猛到欄杆, 無人會燈臨, 而沒有人明白我爲什麽燈臨, 其實就是望著北面, 還念故鄉, 整天都想北伐, 憂說顱魚, 堪潰盡西風, 貴鷹貴味, 貴鷹人家告訴他, 做官人家告訴他, 這個時候, 顱魚做魚羹, 你鄉下好吃, 哎呀,秋風起有顱魚, 走了去, 不要告訴我顱魚堪潰, 因此退油, 這個影響我很久, 這個害死我, 因爲我不買樓, 那時候很早不買樓, 就因爲有這三句, 求天問舍, 怕應修建, 流浪財氣, 喂, 有空拿錢不做大事, 去買樓, 有沒有面見劉比這些人的志向, 有空就問一下樓價, 是很沒大志的人, 因爲你買了田之後, 天天擔心樓價上還是跌, 可惜流年, 優秀風雨, 天天在擔心, 會不會下大雨, 你買了田, 那些和收得好不好, 變了擔心這些人, 樹有如此, 人何以堪呢, 環溫說, 昔日中樓, 洋洋漢南, 現在變了大樹, 樹有如此, 人何以堪, 樹都這樣, 人已經露了, 最後我想說這句, 請何人換取紅筋翠袖, 雲嬰紅雷, 嘩, 唯有怎樣呢, 請誰, 找一個女人的衣袖, 來抹英雄的眼淚, 老了就是醉我美人室, 這個英雄淚, 就要用紅筋翠袖來抹, 好嗎, 原廠集團, 紅米和時代冰室, 決定重振旗鼓, 深切反省, 我們有十大承諾, 第一, 選用優質食材, 第二, 食物監督, 預設主食時段, 都是新鮮煮出來的, 檢查出餐溫度, 應該熱就熱, 應該冷就冷, 賣相吸引, 繁忙時間, 可以十五分鐘內出餐, 這個就是食品品質提升, 服務承諾, 主動和客人打招呼, 教人用QR Code落單, 或者幫客人落單, 保持環境清潔, 客人用餐後, 一定用消毒藥水抹台, 環境舒適, 溫度保持23至25度, 每個員工都配戴名牌, 方便客人查詢, 和讚賞投訴, 我已經叫同事深切改進, 希望大家安心愉快, 如果有不開心, 立即WhatsApp去餐廳的, 顧客服務熱線, 5277-3178, 我都會跟著看你們的投訴, 也可以通知我的, 去這裡, 希望大家有什麼意見, 向我們提出, 現在感謝大家支持, 自己來外賣自取, 全部有85節,